南投县养鸡协会为了推广国产鸡肉 日前举办国产优质鸡肉鸡蛋品尝宣导及促销 展示活动 目的是希望消费者在历经混蛋事件后 能够对于国产鸡蛋及鸡肉有信心 透过推广会让民众来品尝及优惠购买 借此鼓励消费者购买国产肉品 我们养鸡协会都各个组业都出动了 就是为了这次盛大的活动 我们要让大家知道国产鸡肉跟国产鸡蛋的好处 最基本最基本的时间差就很严重了 我们台湾都是现场温体供应的 进口它要经过三个月到六个月才能够来到台湾 它的保存方式如果没有保存好 确实很容易造成食品的危安 混蛋事件非常严重 所以就是说提倡多用国产鸡蛋 真的国产鸡肉跟鸡蛋确实都比进口好很多 县长徐淑华县议员黄世芳林芳瑜 也共同来帮助南投县养鸡业者 推销国产优质肉品 许县长表示南投县肉品养殖业 透过城城把关安全上有保障 鼓励民众来支持国产肉品 实在是所有一般民众最关心的问题 尤其包括前一阵子大家看到的有猪肉 甚至有被洗产地的这种疑虑 包括这个蛋有混蛋的问题 我们在地的养鸡协会 可以说是长年以来 对我们自己所有在南投县境内的 养鸡的业者 大家彼此互相都有做了一定的管理 包括我们县政府长期来 对很多的业者都有进行辅导 所以在这里除了我们要大力的支持 我们自己在地的乡亲朋友 支持我们在地的这个 可以说是安全保持的肌肉之外呢 我们也希望我们中央政府呢 能够继续地要用心地 对我们的食品安全来做把关 县员黄世芳林芳瑜也表示 国人对于肉品的购买都产生不信任感 肯定南投县养鸡协会 透过活动来打消民众的疑虑 也鼓励民众能够来支持国产肉品 南投县养鸡协会 已经连续办了几年 在我们仁爱公园这边 促进我们有促销的活动 让这些民众能够享用到 更优质的我们在地所养殖的鸡肉 肯定我们南投县养鸡协会 对于在地这个优质鸡肉 优质肉品的这个行交所做的这个努力 所以借由这次的活动 来让我们在地的知道 在地的鸡肉在地的鸡蛋都是最好的 透过这次的活动的促销 来让我们在地的民众知道 国产鸡肉是最优质的 区医长排泉表示 南投县养鸡协会的成员 从养殖到屠宰 每一关都有宪府成城把关 也鼓励民众能够来支持国产肉品 而且在政府的把关之下 也能够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记者 陈伟一 普立正采访报道 ый知光 一虽然的 广投射 胸